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得世界冠军的球员 十次创造九球世界冠军的记录保持者 并获得亚运金牌新章 在比赛中实力与美貌并存的潘晓婷 也因为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而差点失去参赛资格 这次错误也被称为台球历史上最经典的错误 没有质疑 事件的发生也让潘晓婷哭笑不得 无可奈何 潘晓婷与赖慧山在2013年举行的 安利杯世界女子台球公开赛中 双方当时得分为6比6 桌上还有6号、7号、8号和9号球 潘晓婷瞄准的是6号球 当潘晓婷准备第二次击球时 胸部在倾斜的时刻碰到了9号球 裁判委员会确定潘晓婷的胸部 确实碰到了9号球 并被发现犯规 由于胸部击球造成的犯规 潘晓婷最终以6比7输给了赖慧山 幸好还是以C组第一 直接晋级前16名 这一次原本的胜利都是因为无意识的犯规 导致潘晓婷失败 甚至几乎无法取得资格 可以说这是一次超级经典的犯规 但对于潘晓婷来说 这也只是她职业生涯中 无数次比赛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想必大家也都了解了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精彩言论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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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